我五六年了 你五六年了 你比我大一歲 你什麼 五六年是猴子 那年是猴子 五六年不是猴子 我說說了 你比我小一歲 說說了 比你小一歲 真的 那句話 那你大一不是妻子 這個都是怎麼說呢 就是過去老人有這種說法 就說就我這個年齡 所以不太信這個 年齡算是可以 大姐你大一歲你不介意 那不介意 那誰大一歲都不介意 黎大姐用玩笑的口吻 試探出了白大哥 對兩個人年齡問題的態度 眼看著兩個人的想法一致 這餃子也都包好了 於是我們的紅娘 開始更賣力的撮合兩個人 那圍群自己的雞腸嗎 這咋雙腸 這咋雙腸啊 這跟你指示一下 你給我寄回去 你幹什麼這個啊 在幹嘛去啊 你給我寄啊 這個這個還是寄不放啊 寄不乾 那後邊反手那咋寄啊 那我就能寄上了 哎呀 那哈姨那不得你寄嗎 你能寄上去 好了好了好了 我能寄上了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你聽力有問題嗎 我聽力有問題 我在不聽力 好幾次了 在這個包腳的時候 我想說好幾次了 才能不能 你沒負擔呢 沒有負擔呢 我沒有負擔吧 你身體也挺好的 身體也行 不是你身體啊挺好的 不用你問我 我還要跟你說這件 因為我這片耳朵就是 下崗以後吧 上了火 之後我就覺得吧 好像是有時候耳朵吧 耳朵已經在這掉了 上一圈啊上一圈 我說 那你給我看耳朵咋個聲 他說 看你耳朵沒毛病 他說你這就是虎啊 活著為民心 就這樣的情況 這個事兒 我耳朵背 我教你思念 你看你幹啥你問我 我馬上就答應你了 這事兒 你不說呢 我也得跟你說 我就沒別毛病 就是耳朵背 耳朵背 耳朵背 這麼說話呢 咱們也都能聽到 就這樣吧 國中學飛機 俗話你 相當正常聊天 這個語氣 它聽不到 它能聽見呢 正常聊天的語氣 聽不到 飛機 它可以啊 不是 你這個東西這樣 它隨著年齡增長 肯定還會 還會惡化 這必然的 白大哥擔心 李大姐的聽力問題 會隨著年齡的增長 而越來越嚴重 所以啊 就有一些猶豫 而李大姐呢 在聽到白大哥 這麼問的時候啊 心裡還是挺失落的 於是 她主動開了口 那要是 叫你這麼說 那就不出了唄 今天 誰感謝你啊 做這麼多好吃的 不像做出手 我沒有 沒事 沒有幾個人說 我相依次親 一下子就能成功 對吧 這個一個是緣分的問題 一個還有一個概率的問題 是不是 所以 誰也別遺憾 誰也別覺得失落 這不說問題 對 緣分沒到咱就等等緣分 是不是 這事很正常 像我們節目裡邊說的 緣分不分早晚